周杰伦 天王周杰伦2015年迎娶昆凌 在台湾、英国、澳洲等地普办婚宴 尤其台湾场更重心云集 张小燕、张飞、江慧等演艺圈前辈皆是做上宾 不过却独缺昔日恩氏吴宗宪引发洗铁事件 师徒情正式决裂 近日吴宗宪录影时透露 有收到周杰伦公司送来的明月礼 但这一年多来 没接到一通电话、一则讯息 而且吴宗宪表示 一般礼数应该要亲自拿到面前 我是长辈又是师父级的人物 却是透过别人才收到礼 应该要本人亲自送来才有诚意 接着吴宗宪又说 周杰伦连个理由都没给 那就算了 人家要不邀请是他们的事 我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答案 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 干嘛这样苛责自己 至于两人未来是否有机会和解 吴宗宪淡淡地回应 全世界都不知道原因 杰伶还需吸引人 顺其自然吧 周杰伦的唱片公司则不愿回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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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杰伦的唱片公司则不愿回应